Hello, 歡迎大家回來 收看新聞聯播的兩岸國際時間 第一宗新聞是世界衛生組織有獨立的專家委員會 就全球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發出工作報告 認為全球未有認真對待疫情大流行的威脅 中間出現了無數失誤和延誤 導致疫情失控 報告認為第一件事在世衛遲了通報 而且初初未有及時發出旅遊限制 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報告沒有點名批評譚德塞和相關國家 但是建議世衛總幹事任期定為七年一任 不能連任, 以確保總幹事不受會員國的政治影響 所以我會對他 國中有國, 世貿裏有專家組織發出報告 對世衛的大佬 對世衛的大佬 當然不是中國吧 整件事是, 如果是發出文件 中國大概是遲了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 對世衛 但是美國和英國就是遲了一個月至兩個月 對世衛的大佬 對世衛的大佬 對, 即是說中國遲了 而且中國遲到一兩個星期的時候 你還未遇到這件事 美國和英國 你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見到中國是這樣的 你已經見到武漢 你已經見到武漢 中國的時候還未發現 他是守中無措的 他是第一個在做的 對嗎? 又不知道是否真的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 我想你不要說是中國 是的 那你就是西方 那就是印度 印度和現在台灣 即是他們本身就是 那個 alertness 是不夠的 即是印度就是 你每天一萬個疫情 你已經可以開大戶截 而那一萬個疫情 可能是 你已經是檢測能力不夠的一萬個 而不是真正的一萬個 日本也是 都還未清零的時候 就開回經濟 但是英國也是 都開回經濟 因為人們不相擁抱 很嚴重 現在就是國王的新衣 即是台灣之類 但問題是他們是打針 他們打針 英國打針的情況 但問題是打針 所以就會比較好些 但現在針對於 變種病毒的方向 都是成疑問的 不知道 要看詳細的數據 才知道 因為也有些人打針 因為打針理論上 雖然也會幻想 但會很輕 但現在有些人打針的人都死了 但是到了印度 那些英國打針的人 打針的人就到了印度 但是那些八十多歲 看看情況如何發生 還有事後恐明 當然什麼都知道 你當時處於那個局面 大哥 你怎麼知道什麼是來的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 經過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教訓 接下來會怎樣做呢 科學家都說了 一定是陸續有來的 就算不是冠狀病毒 其他的病都會來的 Bill Gates 也說了 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說一些閒聊 我常常覺得 其實與病毒無關 我發現這個世界 為什麼現代人 患癌的比率會這麼高呢 我有一天 你聽聽我的見解 對不對 我有一天就想 其實我們現在 現代人和古代人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當然我們生活的 習慣很不同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會用牙膏 一百年前的人 是不會用牙膏 沒有刷牙的東西 但是刷牙 現在是 大家都會 全世界都會 百分之九十的人 每天都會刷牙 其實會不會是關於這些事呢 沒有我講一下 因為固化物那樣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我常常會想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牙膏有沒有事 但是 實際上現代人 供應患癌比率這麼高的原因 是因為長命 還有就是有檢測 有檢測 什麼有檢測 即是有檢測 不是有檢測 以前的人要沒有 以前的人 不是因為檢測問題 因為以前的人有癌症 現在以前的人是什麼 你知是長命 你有沒有檢測的時候 你都會知道大約死因是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癌症的最大單一乘以一是長命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的問題 不是牙膏 總之就是長命 OK 你也能解答我的問題 好了 下一則新聞 美國今年的財政年度 首七個月的赤字預算 達到1.9萬億美元的新高 按年增長30% 當然 關於疫情 因為影響到政府 向民眾提出支持 導致支出增加 那麼 美國也是不斷創新高的 財赤 不斷印鈔子 拜登上台後 只有一招就是印鈔子 那麼 財赤是否創新高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不是吧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最大的 但不是比例最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例最大 因為以財赤來說 你應該比不上打仗的時候 那就對 對 所以更加 所以美國的問題 不是在這個財赤 好方 美元的霸權 現在是勁過 30年前很多 或者40年前很多 因為多了很多購入 美元的時候 多了一些中國 或者俄羅斯 不知道有沒有買 就是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人買 以前就是西方富庸國買 現在中國也要買 很多國家也要買 即是美元是拡大了 是再擴大了很多 就是多了很多人幫忙 去找美元 但有些人說美元會弱勢 你反而覺得是強勢 我不是覺得是強勢 而是他根本就是強勢 他未來是弱勢 他未來是弱勢就不敢包 是 他未來的時候 你說 你說你是未來的主人翁 到你未來的主人翁 我今天是主人翁才說 是嗎 你不要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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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未來 你有沒有未來 你都不敢包 美國現在沒有未來 都不敢包 我現在就是今天 的金融霸銃 到現在還是 你現在中國要上來挑戰 你排第五 只是你的貨幣 是嗎 排第五 我以為排第二 歐元是嗎 日元 什麼日元英鎊 日元英鎊 日元英鎊 歐元 排第五 會不會在短時間內 可以追過日元和英鎊 我想他追過日元和英鎊 是可以的 歐元你始終有五億人口 所以比較難一點 問題就是你要很多時間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公開兌換 你公開兌換很快 當然 他又不是公開兌換 一定要 你如果去到 真的要 一隻抽一隻的時候 應該要去公開兌換 你沒有那麼容易解僱 對 你不解僱 你不解僱 你很難做 你很難做這麼大的 你說有沒有一天 人民幣可以公開兌換 直接挑戰 美元霸主地位 可見將來不會 因為這樣說好不好 我也覺得是不應該 因為 因為你美元的霸主地位 是來自他 好像那些世界 第幾艦隊 是不是十一個艦隊 還是十一個艦隊 總之他的武力 那些是全是浪費錢 你以為那些不用本 其實那些本錢很高 神經病 那些本錢太大了 他維持 他維持 美元的霸權地位 成本是高過 成本是高過 你的美元 所以多大利益 我不反對 所以如果中國 你要強行把人民幣 去到美元的地位 然後付出那麼高 成本 實際上得不償實 沒錯 我想人民幣 也未必 短時間下去最貼 反而今期的經濟學人 社論就說 可能短期之內 威脅美元的霸主地位 是比特幣 擾亂金融市場的秩序 我準備寫一篇文章是關於中國去做加密貨幣 你說中國去做加密貨幣 還是人民幣 中國做加密貨幣 是挑戰比特幣 其實這個是絕對應該這樣做的 因為他覺得挑戰人民幣 我的方案已經想過了 不過我要慢慢寫 名字有沒有量到中華幣 到時才算 這是整隻動物 你一定要放棄 你還有一些加密貨幣的話 你一定要放棄 人民幣是某些利益的 但我不是Cancel 我想了很簡單 你先幫我再說 OK 等你的文章出現 另外說說金球長 大家都知道 金球長的人批評他 因為原來所謂 金球長的頒獎 只不過是由90位記者組成的 荷里活外國記者協會 他們說什麼就什麼 投票選出 多年來也沒有所謂非裔成員 現在被指控有種族歧視的成犯 事情越炒越大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要更包容 更多元 很多荷里活榮聲都杯葛 湯告老師交了三座金球長出來 杯葛他 另外我們的Scarlett 黑寡婦也批評 說他透明度不夠 不夠多元性 美國傳播局的公司 也宣佈不再轉播2022年的頒獎電力 除非金球長的組織 有一個明顯實際的改革 其實這些金球長 90個人自己唯威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打得到金球長 下一回合就能夠打到奧斯卡 問題就是 難道大家全民投票 全民投票已經投了 全民投票大家的票房就投了票 對呀 如果你這樣說 那香港電影金像獎 更糟糕 我覺得 你現在認識的人 就是這樣說 米知年和 Open Rights 分別就是 Open Rights 是由一堆不懂得的人去做的 米知年是一堆不懂得的人去做的 米知年地位更高 Open Rights地位更高 即是說 寧願是由一堆專業的做 電影是由一堆專業的決定 而不是由他 你可以不相信他 但問題是你是專業人士 多一些記者 實際上是 甚麼是記者 或是甚麼 評論員 應該不是記者 應該是評論員 那些人比較會專業 我們會相信比較專業 雖然台灣 我曾參加金馬獎 評審也不太專業 但問題是 其實我們要相信 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 其實應該是由 不是由電影從業員 這樣做 但問題也是玩 這些事情 你自己信則有 不信則無 你又說沒有非裔成員 有非裔就包容 沒有非裔就包容 但問題是 現在美國 其實是 做一個很輕微 但很長期的文化大革命 他們做文化大革命 批鬥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 證明所有事情 都在中國都是對的 就是 大家明白 我很久之前都說 我們讀新聞系的時候 很取笑 朝鮮的報道新聞方式 李春基 報道新聞方式 那些 那些 但是現在 新一代 搞的新聞 又是報道新聞 就是報道新聞 對嗎 即是人們只是走前 是 當初的時候 就說 我經常都說過的故事 就是說 當年蘇聯很狡猾地 去打落大韓民國的客機 我覺得 是不應該 現在全部打落客機 已經變成 standard 當年的時候 我們就取笑 我記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取笑過 那些人就會 叫人去劫機的時候 中國就跟那些劫機者搏鬥 他們取笑中國人的時候 太蠢了 實在太過不人道 沒有文化 現在你又要跟劫機者搏鬥 就比較 standard 就是中國從來都行走你 文革 那你就照文革去做 對不對 其實現在是文化大革命 是啊 其實 所有事情都證明中國是對的 當年你的時候 什麼武漢 方艙醫院 你說不對 結果中國就證明對 結果整班人自打罪包 你就不覺得 就是蠢自己不知道 對不對 我自己都對奧斯卡死了心 自從那年 馬田史高西斯那套 拿了我們無間道的版權去拍 是不是叫Departed 忘記了 那套電影得罪佳電影的時候 我已經死了心 覺得完全不公平 因為我覺得那套電影完全不行 但是問題 你總是要給 我不知道 那套 總之我沒有看到 我一看都不知道 看下去 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不用看 職尼高順 你硬要 馬田史高西斯沒有得過 最佳導演 你硬要 不去退休之前 塞給他 我覺得已經很失望 如你所說 其實 用票房來計算是最公平的 就是我們以前 金唱片是最公平的 對不對 百金唱片 多少隻金唱片 是不是那些最公平的 不是 如果你用票房來計算的話 你不用計算 票房已經出了 你一定有票房第二樣贏 票房已經決定了 你行不行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 就是這樣 到最後 這個是永遠 以前在 一百年前的時候 是 諾貝爾文學獎 全都給了 創書書 是 我也知道 現在變成 沒有人看的 因為大家創書書 銷量已經 已經獎上來了 我們唯有給一些 沒有銷量的 是不是 那你覺得是分豬肉 不是叫分豬肉 所以就變成 識者欣賞 是 但問題是 他那個原理是對的 但問題是 不知道是不是識者 實際上 所有這些 無論是電影 小說 文學 藝術品 到最後 我們會去判斷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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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櫃 依桂 不過他的銷量 不是你短期的銷量 是一百年後的銷量 所以 到了最後 都是這樣 一百年後 看內容好勁 那些是否很經典 就是看你 很久很久後 看也有很厲害 我們證明 當時 所有電影金像獎 都應該是 包給周星馳 是的 應該是這樣 但他可能沒有得到 現在的電影 是沒有人看的 你《炭禄十之劍》也寫了十多年 到今時今日還有人看,還有人讚,真是真的 《炭禄十之劍》是每個月出版的 在各大書局有10 歡迎大家去捧這個大師場 我不敢肯定今天有沒有人看 你要看看蕭露,我才敢撤 可以了,放心,大家去捧場 講完金球長,有一宗新聞就是 美聯社日錄第一個女總編輯登場 又是共融,多元 在美國的角度來說,所謂多元是共融 就是指男女,黑和白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世界,其實要共融 共融是不包括,你講得對的 共融是不包括亞裔的 當然不包括亞裔 共融不包括亞裔,但包括女人和黑人 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 那些沒有關係 因為你本身已經是爛炭 不包括南亞 還有亞裔 南亞當然包括北入普論 所有亞洲都不可以 只包括黑人,非裔也可以 但是亞裔是不包括 非洲就好一點,因為它是非裔也有個非字 真正非洲也沒有關係 看看會不會包容 奧巴馬是真正非洲 奧巴馬是真正非洲 很多人懷疑奧巴馬是不在美國出生的 即是懷疑他那個美國總統地位 是 他真的非洲出生 非洲出生 即是有人懷疑他在非洲出生 所以那些人,如果你不在美國出生 你不能當美國總統 所以那些人才會有這個懷疑 哦,就行了 好,我們來講講一些美國新聞 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 正式罷免前副總統撤離 史上最大影響力的副總統 即是喬治富庶 史上最大的影響力的副總統 應該是何錦麗有史以來 這是未來 現在正在發生 在學習近平時,實在毫無疑問,一定是何錦麗 尤其是大家都覺得他是未來總統 是啊,看看拜登的健康情況有理想 現在幾個月而已 一百日比較鬆,初初說他眼蒙耳聾 看不到最近的狀態比較好 可能何錦麗的壓力給他 眾議院共和黨人罷免了撤離女兒 在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的職務 指他多次抨擊前總統特朗普 去年在總統選舉舞弊的情況 破壞黨內的團結,去發揮這個言論 通過閉門會議,以口頭表決的模式 就罷免了撤離女兒 因為之前撤離女兒曾經說過 他會盡一切可能,確保特朗普無法再次入主白宮 這是共和黨的內空 我想說另一件事 川普離開了總統的位置之後 其實他的動作比我想像中少 現在已經離開了百多天 我猜他會有很多動作 比如自己組黨 或者社交媒體中講更多 因為我看到川普和特朗普 我發覺比想像中少 但是川普已經控制了共和黨 所以他都不能走 可能在背後已經做了很多 他已經控制了共和黨 所以才能够能够接盟 即是共和党如果再选 他们选选中期大选 中期选举应该是 到最后特朗普都会控制 所以 鸭子挖水 你看不到他实际上在动作 可能特朗普高的地方在那里 但现在美国人很满意拜登的施政 最新上一百天 他的满意程度竟然超越了当年的奥巴马 克林顿、乔治、布殊加上特朗普 特朗普不用说了 他的支持度是 一百天做总统 比较的支持度是史上最高的 通常做总统或领导人的投一桶 他的支持度是比选举高的 每个都是这样的 他比当年被暗杀的 他比较高的 不知为什么 最高好像是列根 最高是列根 列根超越不了 列根是非常 人家有电影背景 拜登就 现在做一做 好像 这种方式 美国人才会受 萧奇奇方读社 每次都包容 多元化 背后暗中发动战争 这些方式才是暗中的 我觉得真正的方法 真正的管理政府的方法 就是 你控制了娱乐就可以了 是的 民主党一直都控制了娱乐 控制了传媒 是的 大家都唱好他 大家都唱好你就可以搞定 大家都被舆论牵着走 那中国为什么不行 中国也可以 中国牵着了娱乐 是的 所以就团结了 香港就控制不了娱乐 所以就不团结了 如果这样说 香港的问题就是 你以为《苹果日报》 最后怎么收场 我写得最后想的问题 我想《苹果日报》 现在的状况就是 做一天和尚做一天 他就是这样 如果在《苹果日报》 也是这样想 不是总经緝 就是CEO出来说 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建业的 除非我们做不到 而且现在邓炳强 又是绝对《苹果日报》 我知道他始终都要做 如果2019年那件事 要追究责任 一层一层追上去 难道你《苹果日报》 会走得离开吗 我想《苹果日报》的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加不是销量问题 销量就是 我们不可以说销量 这个是纳纳量 因为是订阅量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 超败报纸 也有的 我也有的 我知道 你 还说了几万份 因为有你这些人 是的 我讲一讲 所以你才是支持者 讲一讲 你有的 我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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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有实体的 我订阅 你不用抹玻璃 你不用墊桌 那些不是你 你 不好意思 我还是买实体报纸人 你讲一讲 身边的人 都是只有我买实体报纸 我其他的朋友 最多就是 逢星期三 付钱也很少 什么 好像我说 付钱也很少 每个看新闻 是什么付钱的 是的 其实我也挺好人 我又付钱买报纸 又付钱买书 一个月还浪费几百元 订阅那些音乐网站 订阅了几个 在家里听音乐 我觉得 听人音乐 不付钱 这件事本身是几乱 我就 可能因为这样窮 不是这样说 第一 我说了很多次 你肯定不是穷 第二 第二 就是 你穷很多原因 每个人穷 不是为了这些事 就算是穷 我教你一个 其实你不用教你 就是一个四字成语 慶祝难输 对 这个是慶祝难输 不是 不是 我也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可以的就买一下 你要付出一些钱 所以别人才可以继续经营 卓王的市面 是的 你不要经常以为可以免费 但经常都免费得到资讯 是不对的 不是 没问题 到最后 如果你经常免费得到资讯 你那个 做的那边就越来越颓 他没有水 是 结果你的社会 你运行不了 如果你经常想免费资讯 就是 你会看到那些 那些 就是我哥说的 是 他说 他见到那些人 经常免费资讯 是没有发达的 是 他见到那些 你身上只有一批东西 一张九千元的单 你都抢着那些 是很容易的 就是 你经常免费免费的那些 很难 再免费免费 可能很难做 整天想着免费的人 很难做成功 是的 所以我们亚洲电视也是 其实我们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 会真金白銀支持我们 亚洲电视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去我们 亚洲电视网站 订阅成为我们的会员 每个月给一点点钱 支持我们的亚洲电视 壮绝成长 另外 你也可以参加 我们亚洲电视举办的很多课程 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多 那些东西 学东西当然是学到的 但是 真金白銀支持 我们的亚洲电视运作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了解 希望大家体谅 好 今天的 新闻联播时间是这么多 那我们 明天再见 我多做一点好吗 明天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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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做多没问题 明天我做多一点 看看这个情况 现在我和你做我害怕 不行了 要克服一些情绪 好 明天我再见 拜拜 那些人实在说 这个就是类似 Ray Dario 那些常常说 没有用 Wallman Buffett 那些都是傻的 虽然你说他们股票 投资多好多 但不用货币来说 我说他们一点都不懂 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人解释得很好 呃 如果你要落陀皮做货币的话 币下你以后就没有落陀皮了 就是说 所有的货币是非常之无用的 没用 是的 是越是没用的 你们就越可以做货币 越不是在货币到处 所以紫币 加上货币 那些是非常之 没用 是的 没错 就是一个没用性的 可以吗 正如黄金 是天然金属 也好 因为它是最好的金属 所有金属最适合 它符合之前的条件 都是最多的 但问题就是 加上货币 那样东西 它是最大的影响 就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 其实是一个reserve问题 储备问题 而且储备问题 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黄金 而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是有很多不同的competitor 握枪就赢了 不过问题是握枪的 你也要加上货币 你无论如何握枪 中国握枪 你也要用美金做reserve 对不对 你也要用黄金做reserve 甚至用石油做reserve 但是问题就是 加上货币 它的竞争对手是黄金 而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加上货币 它会赢 而今时今日加上货币 一路上升 其实最重要的是 黄金 它一直在抵抗 而黄金当初 就是击败了白银 因为白银是 它有了工业用途 之后 也不符合之前的货币条件 黄金就抵抗了 白银和黄铜 它就抵抗了 它就抵抗了黄金 本来黄铜 白银和白银 到19世纪 仍然是双本位制 在可见的将来 它仍然在抵抗黄金的位置 当你抵抗黄金的位置之后 于是会变成加盟货币之间的PK 在哪一种好的加盟货币之间的PK 但是现在一起在攻城略地 就是说 是西方一起在侵略东方的时候 大家就不是西方 当侵略了东方之后 列强就会开始开战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呢? 就是因为德国觉得 我给你法国和英国都抵抗了些地 我后来的 俄罗斯都抵抗了些地 我没有了 我就去了 但是现在仍然在街上 在街上攻城略地 在这里抵抗黄金的处备地